八十文化会生活评别为 放夜小火汤 尽载麻辣汤 明年的清明春耕前 成都的独江业 都会举办一个生生的节日 那就是防水节 在以前的苦水季节 独江业的民众 都会用 马茶 筑笼 灯 组成这个零食的味野 接明江的水流 陶修火床 甲骨火蹄 成为水修 到了清明 人们就会把马茶撤出 因明江水流进入内江 灌溉耕天 为了庆祝这个水修的完成 也为了纪念治水先生 礼宾 独江业 每年清明都会举办 圣大领意识 防水节就因此得命 独江业随我西村 人道开始涌岸边 西开马茶 平车处 欢声内动 说耕天 直到现在 开马茶防水 仍然是防水节 最重要的一项活动 独江业水力工程 世代传承 清明防水的习俗 一直延熟到现在 这一集图了我们巴蜀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契约 风跳雨顺 无故风奔 归台明月 哇拉汤故事 汤了多少回 毛板心的甜 就是艳阳甜